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早一步 也没有晚一步 刚巧赶上了 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 轻轻地问一声 你也在这里吗 缘分向来妙不可言 它会在最合适的时候到来 懂得抓住实际的人便能开始一段美好的爱情 而察觉不到的可能会就此错过 女生对待感情的方式会更加谨慎 爱一个人虽然幸福 但内心也会变得十分敏感 她们表达爱的方式不会太直接 以至于有些男人未必能第一时间领悟到 对于中年女人而言 更是如此 步入中年的她们 如果依然单身 多半有两种情况 要么曾经受过伤 又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要么对于爱情有着极致的要求 并成着宁缺勿滥的态度 一路兜兜转转 以至于到了中年 依然没有遇到想要相伴终生的人 无论属于哪一种 这个时候的她们 对待感情的态度都会更加谨慎 在和异性相处的过程中 也会更加注重分寸感和界限 可一旦对某个人动情了 则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 如果你不确定某位中年女人是否清新于你 那不妨看一看 她是否会经常给你发一些具有特殊含义的微信 如果有 她的心意昭然若揭 特别是以下三条 如果频繁发 而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多半说明她喜欢并享受和你暧昧的感情 可能已经彻底喜欢上你了 一定要抓住属于你们的缘分 一 经常跟你开一些玩笑 关心你的一举一动 玩笑话有时候不仅仅只是玩笑 除了活跃气氛以外 还有一些特殊的含义 比如 为了避免让自己尴尬 以开玩笑的形式说真心话 如果对方能领悟并及时回应 对于自己而言 无异于锦上添花 如果对方未能察觉或未能回应 那么自己也并没有什么损失 还可以给自己找个台阶 强调一下只是在开玩笑而已 男女之间相处更是如此 很多人因为不确定对方对自己的感情 在日常聊天时会百般试探 最常见的就是跟对方开一些暧昧的玩笑 家家跟男朋友在一起以前 一直以好朋友的身份相处 察觉到对她的感情以后 他想让两人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 见对方一直单身 就经常开一些暧昧的玩笑 跟她说 身边的朋友都是成双成对的 只剩下我们两个单身了 说不定这是上天注定的 让我们做个伴 要不 我们凑合着过吧 一开始 对方真的以为她在开玩笑 但慢慢地发现 家家只是跟自己这样开玩笑 跟别的异性相处时 非常的重归重矩 这才知道 家家认真了 其实无论哪个年龄段的女人 在遇到真正喜欢的人以后 都会变得很勇敢 就如雨果在《悲惨世界》里说的 真爱在女孩身上的体现是大胆 在男孩身上则是胆气 如果你发现某位女人经常跟你开一些暧昧的玩笑 或许并不只是她很幽默 还有可能是她对你动情了 二 想办法约你出去 制造和你单独相处的机会 女人想跟异性暧昧 意味着她想跟这位异性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只有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 她才会如此努力 且如此用心 如果她经常想办法约你出去 想方设法地制造和你单独相处的机会 你就要警觉了 她可能在引起你的注意 试图让你对她心存好感 在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里 乔晶晶暗恋高中时的同学于途 十年后再次相遇 依然觉得怦然心动 为了和她见面 她假装家里的空气净化器坏了 让她上门来修 如此一来 两人便正式见面 后来她又为了留住她 以拜托对方教自己打游戏之名 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 如此直接的暗示 早已出卖了她的真心 三 经常在深夜找你聊天 问你是不是已经睡了 有过爱情体验的人 大概都能明白 一个人到了夜晚 所有的情绪都会被放大 愉悦的会更加愉悦 郁闷的会更加郁闷 而对于某个人的想念 也会在这种情绪的变化中 慢慢变得强烈 这时候的你 即使已经躺在了床上 依然会翻来覆去 毫无睡意 而且会时不时盯着手机 期盼着正在想念的那个人 刚好也在想着自己 并主动发来信息 如果迟迟等不到 已然按捺不住的你 可能会主动发过去 然后开始心一轮的等待 如果她回复了 内心会无比欣喜 无论多晚都想跟对方继续聊下去 如果没有回复 可能会开始胡思乱想 可能一整晚都无法安生 深爱一个人便是如此 所有的心情都会跟着对方而变化 如果你发现某位中年女人 经常在深夜找你聊天 每次都会问你睡了吗 多半意味着她在想你 成年人之间的感情向来是直接的 喜欢或是不喜欢 很容易就能感应出来 喜欢你的人会对你主动 会千方百计地 制造和你单独相处的机会 会在深夜时找你聊天 以排遣内心深处的思念 性格过于木讷和迟钝的男人 可能很难察觉到对方的心思 也正因如此 很容易错过一段 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感情 如果你不确定一个人 是否对你有好感 不妨参照以上三点 看他是否经常跟你发这样的微信 如果是 一定要趁早明白他对你的心意 适当地主动 及时地回应 让他感受到你的真诚 和对这份感情的坚定 那么一场甜甜的恋爱 兴许正在等着你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